在从一些统计数据上面来看 海外比如说跟踪A股的ETF基金 也有1.9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是第五周的净流入 这是我们从分析市场的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要分析自身的一些因素 那么从资金面上来讲 我们还要分析海外的一些资金的动向 因为毕竟他们也是能够影响到这个市场 因为现在他们的份额不算小了 怎么看待这个市场呢 现在我们说这个目前的走势 好像基本上是上了一个台阶 关键是上了一个台阶之后 后面的高度还有多少 怎么看 好的 我们看到确实近期市场整个的一个资金面 是出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变化 除了我们看到前面所说的海外资金 开始进入到中国的这个A股市场 而且它的持续性近期还保持着 那么另外也看到市场的两融余额 也开始出现连续七个交易日的一个上升 那么又是逼近到了万亿的这样一个关口 那么可以看到确实在九月份的这样的横盘震荡驻底之后 进入到十月国庆节以后市场的风险偏好 包括海外资金对于市场的这样的固执水平的一种认可 那么应该来说已经是达成了相对比较一致性的 这样的看终极反弹的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从目前来看 那就像马源所说的 我们定性为是一个终极反弹 或者定性为一个秋收的这样一种行情 行情的一个高度能有多高 那么现在从市场的一个情况上来看 我们确实也看到 就是说在逼近到了340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 上方就是3500点 那么以及有60均线 以及和年限的这样一个压力位 都汇聚在3400到3500这一线 确实市场的这样一种分化 其实短线开始有出路端倪 而从创业版的情况上来看 也看到了在上周五是放出了一个历史的一个巨量 那么这根巨量说明分歧是在加大 但是巨量也是说明 这样的一种资金入场和资金开始有分歧的情况之下 那么风险偏好其实是在发生一个转变 有人来抢筹码 有人出现了一种谨慎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市场反弹高度还可以继续看到 看高一线 那么因为创业版作为整个行情的一个领头羊 它其实已经逼近或者说进入到了七八月份的这样一个平台区域 而主板市场还没有进入到之前的重压力区 那么两个指数的一个整体的反弹节奏上保持一致 但是所面临的压力位是有所不同 那么也是折射出 结合到马源之前说的新兴产业 依然是这波反弹 无论是就是过去几年以来的这样一个反弹力度比较大的 这样一个板块 那么也是这一波反弹反弹的一个主力军和主要力量 那么从市场的一个情况上来看 我认为股指继续向上摸高一线 进入到七八月份的这样一个三千五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压力位 可能还是可以预期的 那随后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短期所能够预期到的一些利好 十三五规划包括五中全会在月底召开 那么降息降准的年底之前 可能还会有一次降息的这样一期存在 那么后续需要关注市场 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些利好兑现之下会出现一个波段的一个回落 那么我们看反弹这波反弹应该来说节奏上还是比较稳健的 就是依托着五日均线在往上走 那么不排除未来在十月底 十一月中旬会有一次跌破五日均线的这样的调整 那短期我们依然是偏乐观 但同时也要警惕市场出现一个波段回调 那么从市场运行的一个特征上来看 目前还没有启动大盘蓝筹股 这是一点 那么由新兴产业或者说改革预期所带动的这样一种行情 和之前的行情是有所不同 那么大盘蓝筹股呢 也是由于之前在七八月份的三季度的这样一个救市过程当中 它的表现其实是优于其他品种的 所以在近期的弹性是比较弱一些 但是如果大盘蓝筹股在这个地方是出现启动的话 要警方小市值或者提债股的这样的回落 那么另外呢近期市场的这样的腰股 还是表现非常亮丽 几个连续涨停六个板七个板 包括像制度投资啊潜能恒性等等个股 这些腰股走出还是非常强 那么如果这批龙头品种连续涨停的品种 出现了资金分化 也要担心一下市场的这样一种人气是不是会有回落 所以我们认为短期依然还是可以保持乐观 但是乐观当中也要有一份警惕 好短期还是可以保持乐观 但是乐观中间呢 咱们还得有一份警惕啊 好